其实也是自己第一次的奥运会 我觉得在场上不论发生什么情况 自己可能在准备的时候也不会去想象到 我觉得都是要亲身的去经历 你才能在现场临场感受到这样的一个氛围和感觉 确实是之前任何包括适应赛 其他的任何一个比赛 都不会给自己带来一个这样的感觉吧 其实最关键的还是我们两个的这种在落后情况之后的沟通 然后包括不放弃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慢慢地让我们进入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节奏当中 是有点太追求于完美了吧 其实在第五六局后面 其实从一比二落后后面三局 我觉得我们俩已经慢慢地进入到这种特别好的这种感觉 其实今天来说 我觉得对我和大头来说也是一场非常好的锻炼 不管是从心态上思想上 包括从考验技战术的这种能力方面 我觉得今天都算挺考验的吧 然后其实我们俩还是赢在了这种在赛场上的一种 沟通跟交流吧 其实最后我们俩其实都在互相给互相鼓励 包括提醒 tense 在这边 Sherlock 被订充得你 地上 不是